Hello 大家好 之前已经分享过 我们怎么比较简单快速的 可以做出天然的酵种面团 也就是面银子 那我之前分享的是面包类的 今天我们也来分享一下中式面点 那我用的是一个水煎包的一个做法 那其实食材就真的很简单 一样水跟面粉而已 我之前分享的这个制作面影子 也就是天然酵种的这个方式 在影片里有呈现过 可以详细的去看一下 听一下说明 让你更了解 那今天一样 我们把这个做好的天然酵种 也就是200克 那我们直接来做中式的面点的面团 今天示范的是水煎包 所以我先把我这个已经做好的面影子 然后跟水 然后再来是粉类 一点盐跟糖 把它搅拌在一起 我这边特别说明一下 我的配方里我有加了一点的泡打粉 那泡打粉或苏打粉都可以 其实一般在做老面馒头 有些人会习惯 会加一点点这种苏打粉在里面 那其实主要的目的也是可以去平衡一点点它的那个酸味 有些人对这个味道非常的敏感 那再来它也可以让你的面团 口感或是整体的一个发酵是比较稳定的 所以你可以加一点点在里面试试看 配方都在资讯栏详细去看一下 那因为我今天用的是高筋面粉 配上一点点的低筋面粉 我个人觉得这样是比较好吃的 如果你有个人习惯的配方 你可以自己去调整 或是用大部分的人都认为用中筋面粉做中式面点 但我觉得对我来说没有一定的论点 我觉得只要做出来是好吃的口感 它都是一个成功的面团 那我今天的水含量跟面粉比的话大概是60%左右 所以在这个正负值你可以自己去调整一下湿度 主要就是今天的面团是偏比较湿黏 所以它不像一般的包子 我们捏完收口之后 它的皱褶是会很明显的 因为它是比较湿黏的面团 我特别拿来做水煎包的一个配方 所以这个配方的一个含水量的面团 我是特别觉得拿来做这种水煎包会比较适合 如果你自己要做成一般水蒸的包子那一种的话 你可能自己要减少水量 那接下来我们就把这个面团差不多揉成团之后 你可以移到案板上面 然后你再用手掌去感受一下 搓几下 确认一下有没有那种不均匀 特别硬的疙瘩 如果都没有的话 我们就把它集中放回盆里面 这时候我们的手应该是很多沾黏的这种小面团 你可以先去洗个手 手洗干净之后 手上的水分不要擦干 趁现在手湿湿的去捏几下 然后差不多摔叠几下就可以 你可以感觉得出来它的面筋有比较明显 这时候不用管它有没有光滑 我们先把它盖上盖子 松弛大约15分钟 15分钟之后一样手稍微沾湿之后 再来抓这个面团 一样摔折几下就可以 你很明显的看到这个面团 从不光滑变成稍微光滑 而且比较结实的面筋已经产生 几乎是不沾手的 就是这种状态 我们把它收成球状 再松弛一次 也是大概15分钟 这个环节就是取代了你没有机器 去搅拌面团的一个方式 所以如果你有机器 你就是所有的东西放在搅拌机里 把它搅拌到光滑的面团就好 不需要有什么手套膜 但是一定要光滑 这样就可以 所以没有机器的人就可以参考我的方式 我现在已经是第二次的摔折 你可以感觉到整个面团非常的光滑 它虽然会黏偏软的面团 但是是不沾手的 因为它已经有比较好的面筋了 这个时候我们就开始进行第一次发酵 我的室温大概是28-30度的一个条件 然后我让它进行发酵 那接下来我们先来做内馅的部分 我准备一些葱姜 然后你这些都是洗干净的状态 切丝切断之后 然后加入一点点的这个饮用水 我大概放了60克左右 然后用手去抓捏这个葱姜的部分 把这个味道抓到这个水里面 接着我们就要把这个葱跟姜过滤掉 我们只要里面的这个液体 这个环节可以做到一个非常好的去腥的一个作用 那也可以取代 像有些人会加葱进去 可是会发现很容易会有这种葱的腥臭味 你不妨试试看这个方式 只有淡淡的葱香味 但是不会很明显 那我们接着就把这个水倒入这个五花肉里面 然后再加个一汤匙左右的米酒 你可以先用筷子同一个方向把它搅拌到这个水 完全吸收 你再开始摔打 我今天这个肉一样我是用这种比较粗孔的绞肉 所以这种一般你要去菜场买 然后你可以跟肉商说你要用最粗孔的机器去打出来的绞肉 我个人最喜欢的是半肥瘦 其实你只要整个调味的过程或者做法都到位的话 吃起来一点都不会很肥腻 那我们把它摔到有粘性之后才能开始调味 所以你记得你就是重复的摔大概就是一分钟左右 那我们加入盐糖 然后再来是蚝油跟酱油 我觉得蚝油有时候在调味里面它可以做到一个提鲜的一个作用 它跟酱油的功能其实还是有落差 所以这个蚝油真的还是要加 然后再来是一点点的黑胡椒 或是你喜欢白胡椒也可以 我们一样就是先把它搅拌 让所有的调味料都均匀的吸收到肉里面之后 然后再加入一点点的油锁住这个调味 我是加芝麻油 如果你还有这个葱油的话 你可以加葱油应该会更香 你可以看它有粘性应该是这样子的 我们把它摇起来还是一团 而且不会散掉 那我会习惯把它放到冷冻库 把它冰到半硬的状态 那所以你把它转移到比较薄的盆 这样子它的穿透力会比较好 包上保鲜膜之后放到冷冻库 我们让它变的是半软硬的状态 再来包线效果会比较好 一般我们这种发酵时间差不多至少也都要两个小时 甚至更久 这取决于你所在的一个条件温度 还有湿度 但是不用太纠结这个湿度 因为湿度如果比较干燥 顶多它就是发的慢 你也不需要刻意去营造一个非常 多水蒸汽的环境去加速它的发酵 你就是有耐心的慢慢等 它发到两倍大就可以拿出来排气 然后我们把它滚成长条状 我今天要做的是比较小颗的 所以我把它搓成大约是60公分的一个长条 然后均分成20等份 所以我们在这个环节 如果你不一定要一次做那么多颗的话 你可以直接保留100克的这个面团 然后你把它密封好放冷藏 我觉得两个礼拜内应该不会有太大问题 但是你要用之前也是很确认的 看一下它的一个面团有没有变成那种腐败的酸味 还是是像酒酿的那种酸味 两个是不一样的 只要它是正常的一个发酵的那种酸味的话 是可以使用的 我们接着回来到面团的部分 我们现在把分好的面团 大概抓成一个圆球状 有这个光面出来就好 然后我们一样就是盖上一个布或是保鲜膜 我们要让它松弛大约是20分钟 千万不要让它风干 不然你等一下就是在捏的时候会很难收口 我们就是把这个肉冻到这种半冷冻状态 最好包线 比较不会抓量的话 你可以把它半冷冻状态 直接分成小球状 顺便把你的煎锅底部先涂上一层油 这个油不要太少 不然口感就不酥脆 那我们就开始可以来包线 这个面团松弛好之后 你应该轻轻压它是推的开来的 如果感觉推的时候还是会弹回来不太好拉 那你可以再多松弛一下 然后我们把它推到中心点比较厚 边边比较薄 然后把这个馅料放在中间 大概预留一公分左右的面团的一个边缘 然后就可以开始拉收口 不要过度的用力拉 不然你上下的厚薄度会落差太多 甚至容易破掉 这样子就可以了 我们再多看几次 一样边边稍微薄一点 中心点厚一点 放上内馅之后 预留边边大概不到一公分的一个宽度 然后开始拉 那你记得尽量不要让你的边边要收口的地方粘到太多的肉 因为它油油的话你就很难收口 很容易会弹开来 我这种方式是完全没有用到擀面杖 所以你一开始把它分成小圆球 然后稍微松拾之后 其实你轻轻的拉按扁一下 它就是一个圆饼状 整个环节可能比传统直接拽面剂子擀圆 这种方式多了几个步骤 不过对于新手来说 其实它比较容易驾驭 而且很容易成功 再来我们所有的这个包子包好之后 我们就进行最后的发酵 在发酵之前 你可以表面先撒一层薄薄的面粉 我大概实际有发酵了一个小时左右 我的室温温度差不多是28到30度之间 所以一个小时之后 你可以来看一下你的这个包子的一个弹性 记不记得之前我有分享过 我们怎么判断它是OK的 我们手指头去按压之后 它会留一个记号在那边 但是它还是有慢慢回弹的一个痕迹 这样子就表示它可以开始进行加热 如果你按下去很快就回弹 那就表示还不够 你要再多发酵一下 所以一般50到60分钟 你可以先去看第一次它的发酵状态 那一样我们先开火 你可以用中大火 我们先把锅烧热 烧热之后的锅会开始听到油的那种声音 你听到滋滋响的时候 这时候你就可以加热水 记得要煮沸的热水 不要用冷水 也不要用温水 那我们淋上去之后 就盖上锅盖 开始焖蒸 那我今天用的这个水量 大概就是到你包子的 一公分左右的一个高度 然后加完热水之后 迅速盖锅 把火转到中火 我今天的量比较多 所以我是先设定7分钟 如果你是做我一半的量 或是你可能是分两个锅子间 你可以先设定5到6分钟的时候 然后看一下它的水分蒸发状态 但开的时候不要开太大 或是开太久 那你看像我现在7分钟到 很幸运的它水全部蒸发掉 然后你就可以撒这个黑芝麻 如果里面还是有水的话 那你就继续再增加30秒到1分钟 要直到水完全都蒸发掉 它才会开始底部会尖上色 那我会习惯先铲边边的一个 如果稍微用力铲一下 它就起来不沾黏 就表示它底部是有一层脆壳了 那这个我个人觉得颜色稍微再浅了一点 所以我再放回去 大概再煎了1分钟 就是这个个人喜好 你可以自己去调整 原则上就是水蒸发之后 它才会开始上色 那像我用的这种是铝锅 所以它一定是底部有一层壳之后 它就不会粘了 用力一铲就铲起来了 那如果你是用不粘锅 当然它没有这个问题 这种用老面做出来的水煎包 即使它冷掉了都不会发硬 而且它不是只有软 它还多了这种嚼劲 就真的是很好吃 很香的这种口感 那我因为配方 我不是用传统的中筋面粉 我是调了部分的低筋面粉进去 所以这个口感是软 还有带Q 真的很好吃 一口气可以吃掉好几颗 那弹性非常好 如果你按压下去 它是完全没有回弹 那应该是这个面 本身没有完全煎熟 非常有弹性 你在撕开来的时候 那种手感是感觉得到的 我们今天的教程就到这边 下次见